2024总统大选美金党参选赖清德在各式民调中始终维持第一 而最近的两分民调 尽管柯文哲跟侯友宜两个人在二三名的位置当中浮动 但是赖清德还是分别以三到四成的支持率领先 而柯文哲他持续的走基层 今天上午特别前往了遭到台风豪雨重创的南投灾区视察 要展现早逐总统大会的高度 露台风先前重创南投仁爱乡南风春 尤其这间加油站直接遭到土石流淹没 加油站只剩断源残壁 柯文哲勘摘摘要先转现国家领导人高度 但总统民调决胜 民进党参选人赖清德始终维持第一 柯文哲电视专访点出最大助选员 是总统大选民进党最大助选员是谁 中国中国中共政府 你们就变成吃定了 人家说这个刺激你就有这个反应 自己没有办法聪明那也没办法 就是这么巧中国已验出有害生物当理由 暂停台湾芒果输入 遭解读剑指赖副总统 这回芒果干是否真的又发酵 来看最新两份民调 台湾民意基金会做的支持度 赖清德拿下四成三 创个人心高 柯文哲两成七碾压国民党侯友宜的一成三 但另一份网路媒体民调 赖清德35.4%依旧领先 但第二名却变成侯友宜超车柯文哲 这场总统赛跑 赖清德始终跑在最前面 西瓜效应 看好都已经五十九 所以那些企业想 大家想说就开始会 到西瓜就靠风去了 还有一个是叫死亡 那里面在野就这个样子 有没有要整合 尤其柯比点出在野整合闹剧 演了好几个月代息脱棚 更有媒体人分析 私人决战两岸论述 郭一中 侯存县 柯特书 赖两国却使赖清德在两岸议题站稳多数 也在国家元首之争率先拿分 接送我们讲明明周特报道